警告10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各位親愛的天后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子 歡迎你準時收聽我們的桃子晚報 今天來了一位好漂亮的美眉張雨農 歡迎你 來也跟鏡頭上的 再跟大家打一次招呼 嗨大家好 終於就到桃子姐了 真的 我因為抱歉就是我幫雨農寫了歌詞之後 我就去美國看我女兒了嗎 有有我有 本來要及時回來 但是後來發生了一些小狀況 所以就變成我就 待在那邊就是多待了兩個月 我自己也傻眼 然後就 後來但是看到你的專輯 我還是很開心耶 這是你的創作專輯喔 呃對 有大部分是我的創作詞的部分 哦 OK 很驚豔耶 因為我覺得 張雨農就是又漂亮又會唱歌 而且我覺得你的歌是什麼 什麼曲風你都還蠻能駕馭的 真的嗎 真的啊 開心 不然你以為你自己是 就是說你本來認識的你自己 你覺得你是走抒情路線嗎 還是 其實我之前比賽的時候都在唱跳 對啊 然後出自己的歌的時候又變得抒情居多 很抒情啊 對 為什麼會這樣 嗯 可能就唱跳不好做吧 哈哈哈哈 唱抒情歌 唱跳也不能說不好做 就其實 就是你會比較辛苦啦 嗯 對不對 但你應該沒問題 你體能應該也沒問題 沒有我體力不好 哈哈 真的假 對 跳完一首會怎樣 需要氧氣筒 我 欸我很奇怪 我運動不行 但是我跳舞還可以 那也會蠻喘的 但是跳舞可以均一下 哦 但跳舞是有氧啦 嗯 那你可能核心要練一下 對 所以其實 你知道嗎 我在那時候 你製作人 就是邀請我寫一首歌詞 給你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哦 那大概是什麼意思 他說 嗯就是 他其實沒有很喜歡很甜美的感覺 是這樣嗎 嗯 真的哦 對 因為我常常 你看 美女就是覺得 就是不要不要甜甜乖乖 啊像我們這種長不好看 就是這樣 我要很甜 為什麼你不喜歡 不是 也不是說不喜歡很甜 是 太容易被貼一個標籤 就感覺 哦 你只是長得好看而已 但是你什麼都不會 哦 或者是 所以像我們的好處就是 我們什麼都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所以你 我 我懂那種感覺就是 有時候就是 比如說 你們長得很漂亮很可愛 人家就會覺得 啊 你看他外表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 是不是 我想問一下語農 是不是有時候看到一些評論會走心 嗯 可能就會看到一些 他沒有 就是 大家好像不會發現我 譬如說我會創作這件事情 嗯 就大家比較看不到 嗯 或是比較不會去注意到 哦 可能我 聽我的 歌聲 嗯 嗯 哦 那但是 沒辦法 啊就是身材好 皮膚好哦 看你MV 有時候就是有戲肩帶或什麼 我就覺得嗯 這小女孩很漂亮啊 然後就都可以啊 就是慢慢來 不要急 因為這也是你第二張創作專輯嘛 嗯嗯 對不對 對 那那個時候在抄偶比賽的時候 其實你覺得 是不是 我覺得 從 選秀出來的 這些歌手都非常的扎實哦 就是舞台的表演功力 扎實哦 我覺得 我那時候比賽的時候其實也沒有想到 可以一直這樣比下去 嗯 然後現在我如果回想到之前比賽的時候 我覺得我可能 再做一次有可能做不到 嗯 很ㄎㄧㄧㄧㄤ 很ㄎㄧㄤ 因為 因為我那時候是 就是我自己要求說 欸我想要唱跳 因為我們那時候賽制是 如果沒有過關 就沒有什麼暫時的淘汰去 這樣 然後就因為一次的嘗試 然後我後面就 一直 就是 被 要求要走這個唱跳的路線 然後自己就很累 但其實也很好啊 因為其實 很好玩 像早年香港的藝人 不管你是走什麼路線的 唱跳是他們的基本需求 哎 哦是哦 是啊 像你看 我們如果講就是我們的歌神張學友 其實就是要跳啊 管你會不會跳 你就是得跳 因為當時他們在紅刊 就是出道的話 你說在紅刊你少都要辦個一二十場 就你紅的話 那你不可能從到尾在那裡唱抒情歌嘛 所以even他就是大賣的是抒情歌 可是他唱跳他就是得練 要有一些畫面 對啊 就像以前我也聽過某情歌王子的時候 我真的不會 啊那個女dancer跟我跳的時候 我就好像在搬冰箱 從左邊搬到右邊這樣 所以就是你還是得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討厭粉紅 羽農他的心願很可愛喔 就是說你不要只看到 好像覺得我是粉紅色的娃娃這種感覺嗎 對 我覺得這可能也是我自己 有時候也會覺得自己太甜美可愛 然後很不想要大家只看到我這一面 然後或者是像老闆之前就會常常 嗯 他譬如說他覺得我就是適合一些很正向 很陽光的歌 嗯 可是我又說 蛤 可是我想唱一些比較個性比較苦的歌耶 嗯 就會被限制 應該說我在你那個年紀也是這樣子 跟老闆這樣抗爭啦 但我們那個年代沒有辦法 我們就是要聽老闆的這樣喔 但是我聽到你整張的這個音樂性是非常豐富的 而且我覺得其實製作人啊老闆都非常用心耶 就很多的細節聽得出來是很好聽 很高舉 就是他們的編曲也很厲害 高舉嘛 就是他們的編曲也很厲害 唱得也很好啊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人就是這樣 我們看自己就會吹毛求疵 嗯 然後別人就會覺得你很好了 不要再想太多了 嗯 所以你是會想太多的那種 會 所以我有首歌叫別想太多 就寫給我自己 喔 我以為你是別想太多的那種 就是你不會想太多 結果你是 我會想太多 比如說什麼事會讓你想太多 比如說你當時在比賽你要上台前你會想什麼 嗯 比賽的時候就是很緊張 嗯 然後比賽的時候反而好像無法想太多 嗯 因為要讓自己很集中 嗯 在那個狀態裡面 所以我也不能想別的事情 嗯 只能一心想就是我不要被淘汰 嗯 然後就做好 那發專輯會想什麼 發專輯的時候 這一次的專輯就是 一開始就在想說我可以寫什麼給大家 嗯 然後 因為這一次的東西就是我自己想 說我要帶給大家什麼 然後我覺得這個東西很糾結很難想 嗯 然後因為我創作大部分都是寫自己 真實的一些故事 感情的故事 或是自己的個性 然後我就覺得很赤裸 嗯 但是我又掰不出來別的 嗯 很坦誠 那你天蠍中的天蠍在寫什麼 天蠍中的天蠍是 我是天蠍座 然後我上身是天蠍 但是這首歌是 超天蠍 對我很寫 嗯 我是寫給天蠍男 嗯 就是我碰過的天蠍男 然後我覺得 是勁敵 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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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們會吸引我 嗯 可是 嗯 就是 沒有好的發展 嗯 對 嗯 那為什麼呢 你有去研究一下這個 天蠍男跟天蠍女 碰撞或摩擦 大部分是因為什麼 蛤 我不知道啊 但我覺得天蠍好像蠻 會相吸的 嗯 可是可能天蠍女還是比較 如果陷進去的話 嗯 就會很陷進去 可是天蠍男可能要 可能會 放線放線 但是他真的很喜歡你的時候 才會很專義吧 嗯 可能年輕都會放線 放長線 釣大魚啊 釣多一點 撒網啊 因為我偏不會 嗯 女生偏比較不會 對 對 今天張雨農呢 這個我跟他的緣分 也要謝謝你的製作人 謝謝他呢 這個幫我們牽線 這樣子 然後也是在音樂比賽當評審遇見 然後他就說 欸你可不可以幫芸農寫歌 我說OK啊 雖然我跟他不熟 但是這個hashtag一出來 討厭粉紅 我就覺得 哎呦 蠻有意思的 而且我覺得你很厲害耶 我那時候就是大概寫第一遍 我想說 應該都會來來回回 要休很久 結果你就唱了 沒有 因為陶志姐 你給我的詞超完整的 嗯 我記得我當初只錄了 兩三句 跟你講 說一些小故事 對對對 然後結果隔一兩天 你就給我 整個 歌詞非常的完整 而且因為這首歌詞 大概有分 三個part吧 就主歌 副歌 然後都很豐富 嗯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其實我也是第一次把 故事 給別人 講完以後 然後收到 別人幫我寫詞 真的 因為大部分是你自己寫 嗯 對不對 我那時候也覺得很特別 因為我也沒有時間認識你 但是可以 反正現在可以 大家用語音用簡訊 都可以了解一下這樣子 那所以 我就覺得 欸 討厭粉紅很可愛 然後其實我有去做一些 關你的功課 所以我才說 你皮膚很好 對 看MV 好漂亮的一個小女孩 MV一定會修的啊 每集開最大 本人看現在也很好啊 突然差題來聊 怎麼保養皮膚 看姐 語農告訴大家 我皮膚沒有很好欸 我還是會長痘痘啊 他哪裡沒有 你還發亮欸 哪裡沒有 真的嗎 可能就是 打亮打得比較多 怎麼打 你磨皮嗎 用那個 就是 就是底妝那種 用比較光澤感的啊 喔 對啊 那平常保養呢 平常保養就是 化妝水乳液 精華液 就這樣 面膜 然後固定去 清個粉刺 喔 因為還很年輕啊 沒有沒有 真的沒有瑕疵欸 現在近距一看 真的沒有瑕疵 很厲害欸 有我是需要化妝的 大家都需要 所以你看喔 雲農很可愛喔 我就覺得 你就是剛好處在 欸 方便問你今年幾歲嗎 我30歲了 蛤 嗯 我怎麼看你像22歲 好開心 真的啊 然後我覺得他很像那種新鮮人 就是 不管是出社會也好 或是到一個新的工作環境裡面 就是 很想證明自己 嗯 然後 就是 所以他很努力 然後呢 我就覺得說欸 有這麼多條件 這個一定會大紅大紫的啊 就是所以不要急 好 切記不要急 你可能現在下次要寫一個別太急 好 真的是別想太多 因為 不要太急 對 因為現在的 我常說現在的年輕藝人 就是有好處也有壞處 就是說 這個時代給你們的有好處有壞處 就是 好處就是呢 欸平台一發 從10組我們應該算小賈斯丁了 對不對 他就是那個 Jawson Bieber 他就 他的歌一發 就全球紅了 就突然紅 就不像我們以前要靠 大公司 大預算 大哥大姐幫忙 就自己平地一聲雷 所以你們現在 有什麼東西 欸你就PO啊 但我現在反而會覺得說 因為現在都是自媒體 所以像譬如說專輯的宣傳 就是自己的自媒體發 那就只有 有追蹤我的人才會看到我的作品 那其他人我很難讓他們聽到我的歌 第二個壞處就來了 我剛剛講這時代給你們的好處 就第一個是這樣 你有媒體了嗎 不像以前我們就是 公司決定不發片 你就永遠是雪藏在那裡嗎 沒有任何管道啊 第二個壞處就是 因為大家都有這個管道 所以要被看見真的很難 就競爭更多 而且還有所謂的大數據 就算 然後算一算一算 可能就把你分到哪一票人的面前 所以他不是說 大家真的可以像 比如說 海選 然後我就突然 對你的標籤有什麼興趣 hashtag討厭粉紅 沒有 就是大數據一直推 一直推 可能把你推給某些人 這樣子 但是 就也好就是 至少你看 不是在家裡直播就不用 不用 不是不用啊 就是說 像我們以前 校園要一直跑 節目要一直上 然後 然後 好恐怖喔 我真的 好 就像S說 我很有時代感 我是活活化師 我還想到以前唱片公司的那個白版 就你的通告版 星期一一二三四五六日這樣 秘密麻麻 秘密麻麻 你發片期大概都要上 少則七八個 多則十來個通告 這樣子 嗯 然後那現在你想 很多人就在家裡直播咧 對 五度他也不用去啊 對不對 就不用去外面啊 他就在家裡 就直播啊 他就一直播一直播 然後大家可以互相直播啊 對 對不對 所以其實 想問一下語農 你自己現在目前 比如說 上通告啊 然後創作啊 唱歌啊 然後或是直播啊 自己要去做行銷 你覺得哪一部分 你會覺得 比較矮額 然後比較覺得說 嗯 這個我比較做不來 嗯 其實我覺得我 面對大眾 嗯 是我 算是調適了很久 嗯 就是因為在這個工作 每一次的工作 我都要見到新的人 嗯 然後 一個人的時候每一次的工作 你是出道幾年了 嗯 如果從比賽開始算的話 2014年 大概八年 八年咧 對 可是因為比賽後 有成績一段時間 所以你現在還是會有陌生感 對陌生人 現在比較不會 越來越不會 嗯 可能也是年紀到了 就覺得 好像不會 可是以前真的 一開始 跑宣傳的時候 每一次都覺得 天啊好緊繃喔 因為就覺得每次都要跟陌生人 對談 然後比如說好 今天一個工作 然後我看著鏡頭 嗯 可是拍我的人 我好陌生 嗯 我就覺得 我不知道怎麼 表現 很無法很自然的表現 那跟你經紀人聊一聊 可能要來找桃子姐上個課 好啊 我很想 聊天課 嗯 因為有時候 我覺得我們的教育率比較缺乏就是 教小孩說故事 嗯 所謂的說故事就是 啊給你三分鐘的時間 你怎麼在台上去表達你自己想要傳達的理念 嗯 怎麼說服別人 嗯 那這個在美國教育裡是很多的 嗯 因為他們 他們都認為你 在人的社會你就是要溝通 要團隊合作 嗯 然後要說服別人 嗯 然後有一天你可能是當總統 或是當議員 或當什麼你 你總是要有溝通嘛 嗯 所以他們就是從小都會訓練 所謂那個教育裡面的presentation 就是你要上台報告 嗯 從30秒開始 30秒給你一個題目 來你上台把它說清楚 好一分鐘 三分鐘 十五分鐘 嗯 然後就慢慢的你訓練自己之後 你就會覺得說 哦 原來其實可以按部就 怎麼就像你寫歌一樣啊 嗯 對不對 你一開始應該也沒有頭緒啊 後來就 完全沒有 就先打下第一個字就 就 靈感就來了 我到現在創作有時候 還是會覺得很無頭緒 你有沒有哪一首是 你覺得最信首年來 很快就寫完的 很快就寫完的 我想想哦 很快就寫完的 還是都很慢才寫完 我就是真的開始寫的時候 就會很快 嗯 可是當我在想 我要寫什麼歌 公司的時候 或者是 呃 完全沒有什麼想法的時候 我是完全不會 不會開始的 嗯 但是我一開始的話 我可能就是 一個小時 或者是一兩天 就把它完整 明白 好 那我就要問你哦 就是 嗯 那三十歲的你會有任何的 呃 危機感還是 其實覺得越來越 嗯 得心應手 知道過 怎麼過自己的 呃 工作或人生 覺得好像太慢 蛤 就是 因為我剛剛說 你想到三十五歲嗎還是 就是 我覺得我最近才到一個舒服 偏舒服的狀態 嗯 但已經三十歲了 自在的意思 嗯 然後就覺得 好像太慢才領悟 不會啦 我們到現在都還在領悟欸 嗯 我都要快六十了 我都還在學著領悟 因為 其實有很多 很多的道理 我們是想不通的 嗯 除非你經過 你經過那個事件 你 你也未必想得通 是 因為個性 對 對不對 你可能又覺得說 欸我為什麼要這樣啊 我為什麼要那樣啊 啊我就不要啊什麼什麼 有時候又會 你的個性會任性嗎 會有一點固執嗎 會啊 真的假 會啊 一定會了吧 對什麼事情會 對什麼事情會 感情裡面嗎 嗯 我應該都會吧 算是自我意識蠻強的那種 嗯 嗯 然後會為什麼而固執 什麼事情是 你的底線你就覺得說 喔我不要就是不要 為什麼固執喔 嗯 嗯 絕對不能被改變的是什麼事 我想想喔哪方面 很多 絕對不能被改變的 everything 就是可能自己 有一些堅持 好 但如果可以說服我的話 嗯 我就ok 這樣聽起來你在音樂製作過程 是不是會跟製作人有很多的 嗯 爭論的過程 其實也還好 因為製作人算是給我蠻大的空間 這次的專輯就是都 由我去想 嗯 然後我把所有想要寫的東西給他以後 嗯 他再幫我整理一下這樣子 嗯 所以其實這次我聽到蠻多抒情歌的耶 是因為 嗯 因為有就是 就是你知道 是人生中 因為你剛剛說發生什麼事情 你會把它記錄下來嗎 嗯 對對對 對不對 別想太多是寫給朋友的 嗯 這是寫給你自己嗎 對 就是這一句 這一句歌名是我 嗯 我覺得很我 別想太多 因為我會想很多 但裡面的細節內容是 聽到朋友的故事寫下來的 嗯 然後底片是寫給我爸爸的 哦 對 因為爸爸在小時候離開我 然後他之前是攝影師 哦 對然後 會想這首歌是因為我最近很喜歡攝影 嗯 然後我就想說 欸我爸爸還是攝影師耶 你爸爸是用單眼相機那種嗎 欸小時候我不知道耶 他就是拍婚 因為他是開婚紗店 哦 你是用底片的嗎 他應該也是有 對 那你現在喜歡攝影師手機嗎 還是 我是相機然後底片相機也有 哦真的假的 對我都喜歡 那去 請告訴大家去哪裡洗底片好嗎 很多地方啊 對像 那我們電台後面有一家 嗯 很多地方 對 就是上網Google洗底片的地方 還是有 很多都有 欸這好玩耶 其實我之前也有 我還是有在用一些 過去大家叫傻瓜機 嗯 就是不用去調那些光圈什麼 然後把底片放進去的那個 嗯嗯 我也有用 那後來你說單眼相機 嗯 某些還是都設定好 你可以就是用它 也算是高科技的傻瓜機啦 嗯 但就是 現在後來我們真的 年紀大就說 手機就好了 還有濾鏡 因為就不用帶那麼多東西 其實現在手機拍照 已經很厲害了 對啊 那你底片 你喜歡用底片拍什麼樣 比如說是風景 人物還是什麼 我喜歡 就是拍人 然後可能 每天會帶出來 然後就一天拍一張不一樣的 哦 然後洗出來就會有 那你今天有拍嗎 你有帶嗎 我今天帶數位相機 哦那我們來拍一張 好啊 很快 今天這個很難得訪問到張雨農哦 因為我就看到他專輯 對阿 我就想說 這應該要來訪問一下喔 這樣的一個合作 那我也很好奇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女生這樣子 那當然在這邊 經紀人可以嗎 你可以 你站在那邊好了 這樣子 對這樣拍過來 你也可以入鏡 可是好像看不到你 你可以站在那邊靠牆壁 今天我們的訪問呢 就在這個合照 哦這個相機酷耶 對 拍一張 3 2 3 好 欸而且我們剛剛 請問啊 像他在拍 就是他說 你的相機可以借我看一下嗎 他說3 2 1的時候 你有在呼吸嗎 3 2 1的時候就 你有呼吸嗎 我有呼吸嗎 好像會撐一秒耶 對 對我剛剛意識到為什麼 會hold住呼吸 會嗎 猴頭咕你也會嗎 嗯 所以大家那個 要按下去要按快一點 不然我們會呼吸不到空氣 哈哈 Fuji film 對這是我的數位相機 然後我工作都常帶他 哦 對他是可以很速拍 所以 這個這個是那個啦 叫什麼記憶卡 這不是底片呢 對對對 它不是底片 OK好 然後我也有別的 就是有底片的 嗯很厲害耶 OK 我再看一下他的相機 所以 今天訪問的張雨濃呢 其實 我覺得 你的想法以後 都會慢慢的蹦出來 嗯 我覺得你還蠻晚熟的 所以 晚熟哦 嗯 你現在看起來像22啊 就晚熟啊 所以 慢慢來好不好 這個 你 我相信你會找到更多的 創作題材 嗯 謝謝你來啊 好謝謝 謝謝大家 拜拜 我還好 太好了 走 走 走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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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